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勒财金 今天 市场亚洲一致冲突不会扩大 全球市场趋于平静 欧股走高 油价转跌 我们之前预测 今天美股应该上涨 尽管盘中早些时候上涨超过了1% 但是最后还是下跌了 陷入复制区域 因为较高的利率给市场反弹浇了一盆冷水 备受关注的十年期国家收益率 盘中上涨突破4.6%的关键水平 触及11月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我们在之前说过 如果超过4.5% 就会重新买入填埋服 今天45的挂单成交了 后续如果下跌还会继续买入 请注意 短期来看 是奔着去年10月的低点去的 下半年CPR还有更多的雷 现在机构也都是空头排列 但中期目标价还是65 所以会分批次买入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轮 从45开始买入 每次下跌5%都会继续买入 当然这是个人操作 请给我们大家参考 那么为何美债会下跌呢 来看一下恐怖数据 消息面上 美国恐怖数据大超预期 美国3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7% 创去年9月以来的新高 预期是增长0.3% 前置增长0.6% 前置由0.6%修正为0.9% 也超出市场预期的0.4% 数据出炉以后 进一步削弱降息预期 于是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左右 被称为美国经济最强支柱 该报告表明 消费者支出保持韧性 只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支持家庭需求 通胀就有可能在经济中更生地固 并进一步推迟美联储的降息 目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 已经转向美联储将降晚开始降息 交易员不再认为 11月之前100%会降息 此外 由FOMC永久投派权 号称美联储三把手的 纽约联制主席威廉姆斯称 如果通胀继续逐步下降 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开始降低利率 他表示 货币政策处于良好状态 消费者和整体经济持续强劲 另外 零售销售数据公布以后 美元指数短线拉伸 最近 全球降息节奏不一 投资者疯狂涌入美元 美元指数今年以来上涨4.6% 美联储降息预期 地缘局势共同推动美元走高 一方面市场越来越相信 顽固的通胀将使美联储将利率 围着在当前水平更长时间 包括欧洲央行 加拿大央行和瑞典央行在内的一些央行 在放松货币政策方面领先 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 利差不断扩大 也在推动美元反弹 另一方面 最近几天 中东紧张局势引发避险需求增长 华尔街普遍认为 近期美元的强劲表现 意味着市场已对大量利多因素定价 但是利率和利差走势仍有利于美元 这意味着当前趋势仍将为美元提供较好的支撑 而对于美股而言 美元继续走强可能导致金融环境的收紧 从而成为美国股市的一大障碍 因为美元走强会收紧金融环境 这也是股市在2022年和2023年上半年 如此剧烈挣扎的原因之一 直到美元下跌并出现区间波动 股市才开始复苏 在财博季或许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不利因素 因为美国有许多大型跨国公司 若美元走强 换回的美元就变少 获利就变差了 而从更广泛的市场来看 美元的最新一轮凶猛勾示 犹如一柄利剑 直指各国央行的烟好 逼迫他们奉起应战 而新鲜市场 尤其是亚洲已成为关键的博弈战场 近日 韩国 泰国 印尼为了应对美元上涨 已经从口头干预转向了实际行动 甚至以色列央行也进行了前所不有的美元抛售 以保护谢可 这也可能意味着 实际上最后一英里的通胀 不仅对于美国来说很难 对于许多不同的经济体来说也可能如此 对于大宗通胀而言 有两条不利的消息 第一条 美国和英国宣布针对俄罗斯生产的铝 铜 铁 三种金属实施新的交易限制 此外 美国还禁止美国公司使用 在全球金属交易所和交易中的俄罗斯铝 铜 铁及其衍生品 伦敦金属交易所已经开始带头响应 禁止相关金属交割 这是2022年之后 美英对俄金属的再次明确限制 对目前本届供需紧张的铜驴等大宗商品 带来较大的影响 全球供给将雪上加上 原本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低于预期 对资源股是利空 但这么一来 对有色金属又形成了新的刺激 不过经历了2022年的涅逼仓事件 行业在过去两年 为任何大的波动都做了准备 估计影响可控 第二条消息 一百年来的第一次 拜登对油企业动手了 美国土地管理局敲定了一项规定 提高了在联邦土地上开采石油的费用 此外 拜登政府最近还采取行动 限制海上钻探租约 并冻结了新的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许可 注意 油气开采有滞后时间 所以大家看到的现在的增产 始于五六年前的开工项目 随着大选临近 能源是选举中的一个重要战场 拜登这得加强对化石燃料生产上的限制立场 以争取进步派选民的支持 当然川普则誓言 如果他重返白宫 将为该行业松绑 大力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下面来看个股 曼斯克发布特斯拉全员信 宣布特斯拉全球将裁员10% 此外 有员工表示 裁员人数可能高达20% 这意味着可能到来的裁员将波及数万名员工 今年2月 特斯拉推迟了对一部分员工的绩效考核 随后 关于特斯拉裁员的传言便开始出现 美股其他巨头裁员 股价都是大涨 但是特斯拉是下跌 为啥它是利空呢 因为大家关注的点不同 其他巨头裁员 关注点是可以减少成本 释放利润 但特斯拉使公司交付量下降 不是因为生产受限 而是需求不足 这就有点要命了 而且对于短期财报而言 裁员意味着更多的遣散费 赔偿费等等 而效果则需要等一到两个季度 才能体现 不过呢 大家也不用太负面解读 因为这是特斯拉自2017年以来 已经是第五次大规模裁员 尽管经历数轮裁员 特斯拉整体员工队伍出现了大幅增长 从2018年初的3.8万名员工 扩大到2024年初的14万名员工 而且降本增效的效果 短期虽然无法体现 但长期一定是利好 保持人才有进有出的流动 才是正常的企业 这样的企业才能持续保持竞争力 哎 全球性能源车龙头也要裁员了 证明这个行业确实卷到了飞起 各种价格战 除了特斯拉 理想和比亚迪 其他车企都是卖一辆亏一辆 这种砸钱硬卷的方式 是对社会资源的消耗 还是正常市场竞争中必要的一环 王成福说 接下来3到5年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 这个阶段有机会 也可能要采剧雷 关于8月8日发布的Robotexi 目前许多专家的解读是不可能 基础上或许没有问题 但是面临监管和法律制约 加州是美国自动驾驶出租车 发展的前沿阵地 据加州负责监管机器人出租车的机构 加州机动车管理局和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均表示 特斯拉尚未申请开展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所需的两项许可 而且要获得自动驾驶出租车 运营许可证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甚至可能无法获得批准 以维某为例 作为谷歌自动驾驶汽车部门的衍生公司 它在2002年12月申请 并于8个月后获得了CPUC的经营许可证 由此可见 获得许可证并非易事 自动驾驶法律方面的专家表示 除非特斯拉明确表示 驾驶人不需要注意路况 可以不用负责驾驶 也不用对汽车自动驾驶时发生的事故负责 否则特斯拉就还没有真正实现自动驾驶 总之 监管和法律瓶颈的突破需要更多的时间 再来看高盛 随着投资银行业务收入的激增 高盛第一季的利润增长28% 净利润为41亿美元 超出风险式的预期 其收入也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部分原因是投资银行费用上涨了32% 资产和财富管理收入猛增 交易也是如此 可以说高盛做得是相当不错 因为整个华尔街的交易在放缓 高盛面临着代价高昂的退出消费银行业务 以及一系列主要高管高调离职的问题 高盛自信满满 在财报中表示 我们正处于资本市场重新开放的早期阶段 不过高盛总裁兼首席运官索勒蒙 即将面临信任投票 大股东机构希望本月进行投票 限制索勒蒙的权利 也就是拆封目前由索勒蒙担任的 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的职务 结果将于4月24日的公司年度会议上公布 不过第一季度的业绩 可能会对索勒蒙有所帮助 大概率它本人将获得信任票 我们回到大盘 自去年10月以来 美股反弹在很大程度上是收益率下降 导致估值陈述上升的结果 因此如果收益率进一步上升 未来一段时间 美股面临的可能是一场逆风局 美银团队在其最新的 系统性资金流动监测报告中发出警告 根据监测模型显示 美股目前已经非常接近CTR止损触发点 如果股价继续下跌 CTR将被迫抛售股票止损 这将进一步加剧市场恐慌 造成恶性循环 美一称 标普指数距离CTR策略的止损位 只有90个基点的距离 另外随着财报接到开始 高盛计算指出 标普指数中超过95%的公司 本周将进入回购净售期 净售期将于4月26日结束 这也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 市场沉接能力减弱 当前市场还将希望寄托于 坟低买入的人群 在对美国通胀担忧和 低人政治风险的双重打击下 这个财报界的表现 将对市场的走势至关重要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此后祝大家交易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虚谨慎 感谢您与我更多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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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